他有預估說什麼時候打上萬地的高峰嗎 打上萬地的高峰 我想這是有可能啦 這是有可能 那我們看看這疫情的一個發展 那現在還算是一個比較初期的發展 整體的曲線 還沒有辦法看得很清楚 不過目前來講CT值大概是 不是RT值了 大概是2.0 那所以他發展還是會很迅速 到相對等疫情國家是否可以回國之後縮短檢疫程序呢 大概標準是什麼呢 我們到相對等的國家出國的話 如果回國是可以縮短檢疫程序嗎 標準是什麼 對那樣的一個時機還沒到 等到那時機到 我昨天在地方有講 就是說基本上要看雙方的疫情的對等性 那如果大家雙方疫情都一樣 或比我們疫情更輕的 那當然那個檢疫 就可以考量再發寬 好